我们是创意主动化,沉静 每一个孩子的目光都滞留在3C产品上 但潜藏在诱惑底下的银患又有多少人愿意去了解 在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未教宣传记忆点不高 也无法提起青少年的主动关注 我们想要以生活周遭发生的事物做起点去发想 寇和联合国永续发展SDGs目标3 促进健康生活与福祉 期望针对目标客群通过2D组合动画片的呈现传达议题的重要性 使青少年以及幼儿对我们的动画产生兴趣 并主动接收资讯 开始对眼睛保护有更多的警惕 背景设定在台湾这个近视王国中 无论是近视率或高度近视率都是逐渐上升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产生近视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 一旦近视产生 度数通常是有增无增 而且研究发现罹患近视的年龄越小 度数增加越快 就会导致高度近视的机会 容易发生视网膜剥离 轻光炎等并发症 最后可能导致失明 来自台湾的五年级小男孩 每天都沉浸在3C里无法自拔 在游戏的过程中 眼镜逐渐变大 让他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危险而跌倒 但在眼镜与游戏离生过后 看到崭新的世界 以纸青蛙与前面的电玩轻化相互印 用不同的角度获得不一样的乐趣 起身用感官与双眼去感受周遭的美好 利用夸大的手法 让男孩因为近视加深 而眼镜镜片变厚变大 导致男孩的眼镜压滑 小小的身躯不堪重负而跌倒 而后透过这次的危机脱离3C产品的成瘾 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而开始接触新的视野 通过场景与角色设计的刻画 让台湾观众对其产生认同感 认知到动画中的男孩 与我们相处在一样的环境 共同面临相同的健康挑战 在场景的部分 参考台湾街景 做出相其符合又具特色的设计 使观众对作品加深印象 以及产生认同感 风格为贴合角色设计 采用色块以及出现条辅助的方式呈现 同时也呈现出男孩眼中的童趣世界 与主角风格相符 在后半部的动画中 场景强调主角对新视野的感受 调整许多风格在反简中取舍 期望男主角眼中看到的感动带给观者 让观者也沉浸其中 利用短影音形式在社群媒体 YouTube、Facebook等平台上分享动画 提供观众方便的观看途径 与学校合作将动画引入课程 透过家长和教育者的宣导 扩大影响范围 校园内推广达到教育启发的功用 利用简短的时间 传达有深度的教育内容 使观众对特定的主题 有更深入的理解 提高对目标客群的议题认识度 透过不一样的戏剧夸大手法 描绘真实或现实中的问题 触发观众的思考与共鸣 促使他们关注和参与相关议题 善用创意潜能课的时间管理四项宪法则 处理对于时间的安排 以及事物的优先顺序权衡 如何让三人平均分配作业 以及培养对专案的共识以及热忱 在创作过程中 步伐会遇到一些瓶颈以及挑战 也利用课余时间 在动画技能上相辅相成 运用上课所学到的技能多加尝试 使共同制作作品时 有更多弹性空间来思考 可行的方式 让整体更加完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